主内的圣明 Whoo! 主内的圣弟姐妹们 大家平安 今天是生贵礼仪 也是四旬期开始 四旬期是从逾越节 就是复活前夕 往前退四十六天 为什么四十六天呢? 因为中间有六个主日 主日是我们进驻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所以在这四十天的时间 我们隆重准备就正为四寻期 在这段期间 我们基督徒该为自己的愉悦且做准备 为自己的复活就是生活的革性做准备 让自己更进一步的基督化 更深一层的进入基督的傲期 以获得愉悦且的恩仇 四寻期是为使我们基督徒生活革性而定立的 在此时期有特别的祈祷 并呵护做补俗 尤其是守在 然后我们举行各种的礼仪 比如翻身会 拍虎路 如目到征寻礼 都有助于我们生活的革性 应该了解 应该了解其意义 还有不少地区教会 这样子在一起 延长为一周的时间 到第四四十天 到第四十七初 到第四十七初在埃及 也出现了四十天的在窃期 主要目的是 主要目的是 起初师父 只是为了祈念主受洗后 在欢野里的四十天守在 又如教父们有说 就是把这种的习惯 视为对梅色在西奈山四十天守在 以及厄里亚在到哥勒布山途中四十天守在 的有一种的模仿 不过很快 这个在一起就取得了一种新的形式 作为建筑主死亡与复活奥际的一种准备 自从第七四七以来 特别强调 应有完全四十天的守在 因而 圣灰里亚 星期三 就成了四寻期的第一天 守在齐的开始 我们要谈到的四寻在齐的意义 守在我们谈到的守大在 是指个人每一天只用一餐 依照古代的习惯 指尘是在晚千庆庸的 以后呢 又接上了守小寨 有一种的 庆庸肉类的或者余求 从中世纪开始 守在的规定不会那么严格了 所以所谓守在不仅是指 依照教会规定实行禁食 也是指在教会的补俗时期 所做的一切呵护行为 正知为全面的在切 因为它包括基督徒的全部的行为 并且是团体性与公开性的 它与祈祷与朝生行爱德 有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圣教中若万保禄二师 他有说过 守在 呵护 不仅仅是外表的规矩 或是外在的礼节行为 更是感到需要改变生活有利的标记 所以守在 呵护要求人 就是放弃合理的物质享受 使我们的内心获得更多更多的自由 以便容易聆听天主的圣讯 也更能够慷慨地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看到事情在其的有几个层面 第一 就是呵护邪恶的势力 我们基督徒借着守在 与基督联合呵护人间魔鬼的势力 正如主耶稣曾经有说过 有一些魔鬼 只有借着祈祷与守在才能去除的 第二 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苦难 喝起苦胜是复活的先生 是分担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工程 属于自己才能获得新生 第三的 准备领于乐学圣事 就是我们教会的古代不仅领身体前要守在 领洗前复习者与收习者也要守在 第四的 就是为自己和别人的罪做一个补俗 四旬期圆也是做补俗的时期 古代公开罪人先做补俗 到圣周四才能与教会和好 赞于逾越学经典 第五 基督徒从前把灾切 是为领受圣体的一种准备方式 是抵抗恶神的有一种的有力的武器 也是为领起其领身体的一个准备 第六 守在 就是省下来的清钱 可以用帮助从人 现在我们教会关于守在的规定 守大灾就是年龄满了十八岁 而未满六十岁的成人员 教友应守大灾 守大灾日的只可吃饱一餐 其他两种只可半饱 就是只一半而已 其进食少许的食物 至于时间可饮流食的饮品 但不能进食其他的食物 要污得除外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年 守大灾只有两次 就是星期三圣会 其耶稣守难日 守小灾就是十四岁以上的教友 应守小灾 每周五不治肉类 或是各地方主教所规定的其他的食物 但是 并若怀孕或是工作的很重 或是旅行或是与他人的共同用善者等 则可免守大小灾 最后呢 我们要谈到的生会礼仪的意义 星期三圣会礼仪带领我们亲友 进入一条走向天国的旅途中 所以必须用守在来走这条皈依的道路 并借着灾毁 并借着灾毁于补熟的武器 来抵抗罪恶的神 圣会礼仪这一天在头上就是 沙圣会 并不是给我们交友专招 一种的悲观小灾 有一种的听天由命的积分 而是邀请大家不要收到 物质世界的岳父 因为物质是世界固然有它的价值 毕竟要消失的 所以只要在天主内 人才能重新完全的找到自己 并发现自己存在的最后的意义 生会的目的 不是从我们本身的一个作物的行为 然后转向另一个行为 而是要全信 全灵 全力全意的转向天主 让我们去重新体验到天主 见那天主无限的存留在我们的生命中 去面对面的注视天主 那么去注视天主最好的途径 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 新的一种的心态 就是去祈祷 四舍和守在 祝大家 四舍和守在 祝大家四舍充满恩仇 祝大家 祝大家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